hello 歐陸酒香中stay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 我 要來 西班牙 為什麼 我想要選 Mastoyche 這間酒莊工作 這酒在台灣已經買得到囉 剛開始進台灣沒有多久 其實 Mastoyche Doche其實是 Catalan 也就是加特隆尼亞文 大家知道就是 之前一陣子新聞一直在講說 西班牙右上角這一塊 巴塞隆那這一塊 加特隆尼亞區一直這樣鬧獨立 其實他們有自己的語言 叫做加特隆尼亞文 而且這是一個非常官方的語言 也就是說從小時候 一直到長大 都是用這個 official language 用這個官方語言 所以對他們來講 身為加特隆尼亞人是非常驕傲的 加特隆尼亞的酒 也是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驕傲的 再來呢 講到這個硝硝硝硝硝硝硝的產區 Prio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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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小小的產區 它其實剛崛起沒有多久 但是它的葡萄藤 或是它釀葡萄酒的歷史 已經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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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對是好幾個世代 像這間酒莊呢 現在已經傳到第五個世代了 所以呢 大家的歷史都是一樣的 只是為什麼在這二十年 它才突然被大家發現 這是第一個我非常有興趣的議題 然後當然呢 也就是因為有幾個有名的 釀酒師也好 飾酒師也好 品酒師也好 來到這個產區旅行 然後喝了他們的酒之後發現 真的很不一樣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其實氣候非常非常的炎熱 尤其在這個Priorat山上 它是介於四百到六百公尺 山上之間 所以呢 而且它的山的形狀是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要到達這個地方 你要這樣 這樣子開 這樣子開 其實是世外桃源 那是世外桃源 你一旦進到這邊呢 你就會被這種小小的村莊生活 吸引住 你就覺得難以置信 怎麼到現在還有這種兩百五十個人住在一起 一個村莊裡面 然後彼此都認識彼此 彼此的狗 都認識彼此的狗 的生活 再來呢 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社會 我說西班牙 大男人主義 Macho 也是一個非常時空見慣的現象 所以呢大家會有一個印象就是 女生在釀酒的事業裡面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這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釀酒是 通通都是女性 他們釀造出了 他們在這二十年裡面釀造出了 全西班牙裡面平均價位最高的酒 所以現在大家只要來西班牙聽到 Priolat 就知道 要用另外一個high level去看這裡的酒 人家說 是課本上說的 女生 他的味蕾 比男生複雜一點 所以他可以感受到的東西 會比較多 比較完整 當然就是課本上說 當然也有很sensitive的男生 我相信 所以呢 女性釀酒是釀出來的酒 其實 更開發出了另外一種味覺 更開發出了另外一種世界 然後 他想要帶給大家的故事更多了 然後在這個這麼炎熱的地方 冬天很冷 整片是見雪的 整個葡萄藤是被雪覆蓋住的 但是夏天又到四十幾度以上 這也是台灣很難去想像的一種溫度 所以在這麼劇烈變化的環境裡面呢 葡萄它其實很難生長 其實對所有的生物都很難生長 但在這地方只有葡萄可以生長 為什麼 因為這個葡萄已經長了一百多年 很多老藤以上 它的root 它的根其實已經深入到 這個石頭底下 我特別講石頭 因為這邊的特別的土壤 它其實很 沒有什麼土壤 沒有什麼肥沃 它就是石頭而已 對 它已經深入到15公尺以下了 所以它等於是可以直接去吸取 這邊的礦物 這邊的礦泉水的精華 所以不管外面多熱多冷 挖風下雨 它沒有差 它照樣長它的 只是它產量很少 然後這瓶酒呢 你要採五株 五株葡萄樹 這邊葡萄樹也很少 但是五株葡萄樹的葡萄 才能釀造成一瓶 啪啪啪啪的酒 所以 而且全部都手工採收 為什麼 因為高山上 根本沒有車子進得去 連人都很難站得穩 然後你要想想看 在夏天9月 然後你背著10公斤 的那種的盒子 然後用手這樣採採採 然後你身處在45度斜坡上面 然後一顆一顆去挑選葡萄 然後再從高山上扛到停地上來 而且要快 對 因為為了葡萄的衛生 所以你在採收 然後知道放到釀造桶裡面 除梗什麼的 都要快 所以對他們來講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但是 他們做到了 他們釀出 在最困難的環境 最困難的條件 在全世界最不看好的 殘劇 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釀出了 西班牙 讓人引以為傲的酒 我講完了 這就是為什麼 我想要來這裡工作的原因 我是夠歐陸酒香 Long State 部落格的版主 我叫王怡婷 2011年 我拿到歐盟 Erasmus Mnandes 獎學金 到歐洲來學習葡萄酒 歷經法國西班牙 義大利 現在回到西班牙 做我的實習 明年呢 2014年 我即將出版我第一本葡萄酒新書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